三位 我给你买的 谁去看你的破话 晓妮 你疯了 你 都给我站哪儿 没事 我来我来我来 你别扎着手 我来弄 你别扎着手 没事 以后咱俩的孩子 一定要培养他 从小就做家务 千万别像你似的 教室官一样 洗个盘子都做了 都能打了 有了卫志导就放心了 将来儿子的身材大任 就全交给你了 你想得倒是挺好的呀 我辛辛苦苦怀胎十个月 把孩子给生下来 你呢 就直接做 拳手掌柜是吧 怎么可能 我哪能忍心看到你 一个人受苦啊 你们舍得 那你带孩子 上班赚钱 家务后勤我全包了 别的不敢说 就这饮食上 就会让你受 一丁点委屈的啊 吹 接着吹 反正吹牛补上水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我连打鸡蛋 都不会对不对 可是经过未知导的调教 今天还是有我掌精的 对不对 那是 值得表扬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不是你怎么一个人 拿这么多东西啊 对 不然不让摆平去帮你一下 不是 就 都拿来了 对 这些事你全部家当啊 对啊 有热水吗 有 我刚煮的 吃点凉吧 你怎么一头汗啊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 肠炎 你是不是早上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肠炎了呢 你不是去看你女朋友了吗 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好 我今晚躺会儿呀 老公 帮他拿东西 好 好 好 挺好带一个 来 来 来 你看 我和蔚蓝把程蓝都换了一遍 谁呀 你真不吃点东西啊 可是这空腹吃药对身体不好吧 帮我把门带上吗 行吧 那你睡吧 有事你叫我啊 你睡吧 你睡吧 看什么呢 许子凌 那这两天怎么到处有人在说他呀 你看 孩子不是商品 给孩子取名也不是争夺冠名权 要消除性别歧视 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就得让孩子随母情性也成为常态 这没事吧 那脑子被门挤过了 这什么观点啊太可笑了 怎么可笑了 那咱们讨论一下啊 孩子跟谁姓 跟性别歧视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 为什么孩子只可以跟男方姓 为什么只有男孩儿 才可以传宗接代 那可不是封建吗 现在是无所谓了 跟男方姓啊也是习惯 无所谓是吧 无所谓 习惯是吗 习惯 行 那以后咱俩的孩子跟我姓吧 怎么了 那不成 说起别人来的时候一套一套的 聊起咱俩就不行了是吧 我 不是 骗子 老婆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不是说讨论的吗 怎么又生气了 这可是你朝思暮想 盼星星盼月鸟 盼出来的机会 阿姨都主动让你搬出去了 你还不得抓着这个机会 踏上你的小迷你 马不停停 车不熄火地奔向你的自由生活 我在网上给妈的跟臭袜子似的 我是想搬出去 但不想在我跟我妈吵架之后 这床头吵架床尾和 母亲之间有那么严重吗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裙子啊 喜欢是我的菜拿去挥霍 真的 真赏你了 皇上 皇上 春节好爱您 春节好爱好爱您 滚 孙明 春节现在就滚 我们现在就搬家 从今以后 我们情色和鸣 鸡犬相吻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您是我李相吻小苹果 闭嘴 搬哪儿去 我那儿呀 你那儿只有一张床 我不嫌弃你 我嫌弃你 我还有一吊床 我才不要睡在那个绳子上 荡来荡去的呢 我睡啊 我就像那小龙女啊 俯瞰众生 妖异绝尘 乖到姑姑身边来 你一点也不像小龙女 充其量是只雕 那我也是最肥美的雕 你就是想让我给你洗衣做饭 当老妈子 不不不不 我保证啊 家务活我负责一半 你说的 只烧三分之一吧 我不去了 子凌 子凌 你不知道 现在这房租有多贵啊 我这刚拿到工资 看都没看清楚 就给房东了 拿我来说 我变态直撇人 说要给我涨工资 就涨得那么一丢丢 还只给他烧都不够 我这一个月下来 这不借钱就不错了 我根本攒不下 我不希望这样的惨剧 发生在你身上 听我一句劝 搬到我这儿来吧 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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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我这儿 停 我得 再跟我妈商量一下 行啊 那咱们先把这些搬我去啊 你干什么 抵押品 你怕我反悔啊 不是 那你得说小嘛 这一趟也装不下呀 我化水为营嘛 行 别光说不练呀 这些都交给你收拾了 赶紧的 遵命 没问题 行李都收拾好了 还没有完全收拾好 住的地方找好了 小叶子说 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那就好 吃饭吧 妈 其实我 其实你觉得我的人生 特别失败 是吗 不是 不是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你是那么能干的医生 每年收的锦旗 做成地毯 都跟我们家铺上两遍了 我特别佩服你 只是 我为你不值 你那么好 本该有个更好的人来爱你 有个更美好的家庭 有更幸福的生活 可是 我越想越气 你刚生了我还在坐月子 他就跟别人打赌 惹了祸还跑路 没有人照顾你也就算了 那些讨债的还找上门来 你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啊 这些都是听谁说的呀 那年我回老家 小舅妈跟我说的 就因为这件事 小舅当时那个女朋友 都把她给甩了 全家人都跟着担惊受怕 我小时候总在想 我要有个时光机就好了 我就要回到三十年前 要让你千万不要相信 我爸说的那些鬼话 不要相信他给你许嫁的那些 怎么都不可能实现的诺言 我也绝不可能 让你嫁给这种人 不能让你的后半辈子 都在为这段婚姻而后悔 不是吧 子虽 你还年轻 人生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直接 只有当你经历过了 才能体会其中的感受 我和你爸生活了这么些年 确实经受了很多煎熬 离婚后 我带着你来到了宁州 托人找到了医生这份工作 我要上班 要照顾你 生活得确实不容易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跟这样一个人 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可是我怎么想 都想不明白 那一年 我记得你四岁 有一天晚上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我坐在床上哭了 特别为奇地哭 后来你醒了 你爬起来问我 妈妈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哭呀 我看着你红上这大眼睛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你伸出小手 帮我擦了擦眼泪 然后 钻进我的怀里 嘴里说着 我闻着急 妈妈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女儿 能救你了这个 我不后悔 嫁给过你爸 妈 我不走了 我受不了你 还是出去住班 小叶子家这么近 想我了 可以回来看我呀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 你必须 学会自己 照顾自己 那边 二叔 还是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事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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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死我了 我的胳膊呀 二叔 二叔 你找我一马 干嘛呢 我可别人弄出来了 不是 你这抓猪干嘛呀 这不是猪 这是丹缝儿 这什么缝儿 那边还有呢 过来看看 这是汤姆 这是杰瑞 这是奥莱 这是奥莱 那儿还有个波利 二叔 你不给工厂开大门了吗 咱们改动员了 别提了 我那开服装厂的老板 把这边的工厂给停了 然后跟他老婆撒谎说到美国去做生意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厂房改善动呐啊 这不是动物 这是宠物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就说这奥莱夫 就他吃那个饲料 比你二婶给我做那饭 强多了 你 你看那饲料 打的都是外国字 进口货 我恨不得跟他换着吃 这是你老板养的宠物呗 这是老板宠物的宠物 都是他干的 让闺女养的 这老板临走的时候 交代我两件事让我照办 这第一件事啊 就是帮他伺服这些宠物 所以这不把你给交来了吗 不是不是二叔 我 我不行二叔 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呢 我不是怕麻烦啊 就是你这汤姆和杰瑞 这我活成不了 你看你这胆小怕事的样 你说你二叔 什么时候给你添过麻烦 我就你这一个侄子 这没有好处的事 你要是我能找你 你跟我过来 那边还有个大的 不是 还有个新帮啊 过来吧 不能咬你 打车起 这车就归你使唤了 对了 人家临走的时候 还留下两张邮票 不是 叔 这又不是走私脏车 你不会害我吧 我说你这孩子 这狗咬吕洞宾不是好歹呢 是 我原来炒股票 我赔了你的钱 可我那初衷是好的 我也不是我赚了大钱 我故意赔光你的钱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那意思 那你会赔了你的钱 你又拿着吧 谢谢二叔 那咱们赶紧走吧 不是 上哪儿去 这个地方明天就盘出去了 咱先把那个杰瑞 汤姆 奥利文 先搭轮到我家去 顺便的再送你二婶去上班 然后你再把我拉到花市转转 上一回啊 你二婶相中一盆君子兰 当时咱不没有车吗 也不好搬 就没敢买 还有啊 上个礼拜你弟弟打电话 说他那毛巾妹也拉夹了 咱们一会儿去一趟学校 顺便再给他送点吃的 我想想还有什么 行了 二叔 那我还有事呢 我得去电视台领钱去 你调到电视台去上班了 没有 我上回去当托儿 给人录一相线节目 今儿人家告我劫钱 不错呀 你能在电视上露脸 你出去了 丽宾哪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知道 老大老大 我给你说个大喜事 什么事啊 你这是要再火一把的节奏 什么意思啊 我听社长说 要派你去电视台拍广告 我 拍广告 是啊 你是不是有点小心魂呢 有病吧 我才不去呢 干吗不去啊 这么好的事 我这儿有一堆事要忙呢 哪有闲工夫到电视台转悠啊 再说了 我是一码字的 又不是搞传销的 拍什么电视广告 谁叫你去搞传销了 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 对啊 你跟他们说一声 我到楼下了 你懂车里的人是谁吗 懂吗 行行行 国际巨星 说出来吓死你 那你可憋住了啊 说出来算骂街 知道吗 你什么玩意啊你 你什么玩意啊 有先来后到吗 开个插带就了不起了 你开这破车了不起啊 怎么着 能变成青天柱啊 变一个 我 我憋出来我吓死你 还跟我说什么先来后到 我还说是我先来的呢 就是我先来的 你说你先来谁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 你 许 我看见不够的话 还有监控呢 这儿不关你的事 路见不平 我当然要仗义之言 人家开插溜 是你啊 原家陆窄啊 你干嘛呢 我正找你呢 找我干嘛 干嘛呢 还落起家城来了 赶紧把车开走 我们还等着路 我 芸妮 烧弯五燥 遇上什么糟心的人了 得动气啊 这不是护士小姐吗 怎么 今天来这儿出诊了 哪有恬不支持 人面受心的傻缺分子 我就到哪儿给人打针吃药 几天不见 徐小姐还是那么地幽默 你就不一样了 几天不见 你这装好人的演技 是更高一筹了 你那脑残的朋友呢 这儿呢 今天没缠绷带啊 你演技也不错呀 都会演正常人了 那说明演员 只要有脑残的智商 就够数了 说谁脑残哪 你才脑残哪 艾米 不要这么低 跟病人一般见识 皮特先生 皮特先生 徐老师 艾米姐 你们都在啊 天挺热的 要不去化妆间厕所 出这空调 对对对 化妆间那边有空调 凉快 走 皮特先生 您请 对了 叫司机把车开走 我们不是一个级级 听见了吗 我们不是一个级级 还国际影线 你走出过中国吗 行了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气死我了 真倒霉 又遇上这俩二货 你别生气了 待会儿还在跟他拍广告呢 什么 我跟他拍 对 你 不 你别生气呀 这个不赖我 我来了以后才知道的 我跟他拍广告 还公益的 对啊 你是脆弱的受害者 他是正义的化身 这是台本 你看 你 你 你都不问这种情况 你就让我来 你让我来干吗 你让我来干吗呀 别打 别打 你之前不是给我说过吗 你说只要是公益广告 什么条件都行 什么条件都行 但不包括跟皮特那个色狼 拍公益广告 还说什么他是正义的化身 我看他是真正的色狼 混蛋 我根本都想掐死他 你别生气 这也是配合我们 你闭嘴 那倒霉蛋呢 谁 谁啊 就是那个夏丽楠 我还还他钱呢 你就别管他了 这边催死了 快 赶紧他 办妥了 跟武斗 得死多少人 太帅了 一会儿 你势劲的 没事 我能接受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你 你喜欢你的 动作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你 我们下来 对 你玩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士小姐 也许打针微笑这事你再好 但是演戏这事 你把鞋子还得着呢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快 导演 脱臼了拍不了了 才拍了几个镜头 就拍不了了 还有没人拍啊 傅导演 导 我到处找找不到人了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就你拍 导演 我的手 我叮你个肺啊 拍到现在没有人来拍 你找谁来拍啊 怎么办 找谁来拍 找谁来拍啊 那个 让我来吧 你是谁啊 我是雅沟 我从来要给你拍 你得看我 我把你拍摄了 我说我去看看你 买了 看看你的手 不不不不 是垃圾 好 她她她她她是干什么的 我会压个G1语语 他不行 他怎么不行啊 这个手很大 他怎么能拍 他不能拍 他怎么不能拍啊 反正又不用带脸 那也不行 你懂不懂什么是艺术啊 等等等等 谁懂不懂艺术 我是导演 你是导演 我 我说可以拍就可以拍 走 我说可以拍就可以拍 就你 我说可以拍 你也是 我们是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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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有亟下的 你如何有亟下的 有亟下的 你迷上 开始 JOSH 我还要搞军医阴语 你说那皮特儿就是一人渣 用人渣来形容它 真是侮辱了人渣 还有今天把我脸打的 哥们儿 你看看我那脸 有没有被打歪啊 你没看到你打那一巴掌 真是给我报仇啊 那皮特儿脸 那五官都皱得 跟一个包子褶儿一样 我都想拿个赶面杖 给他赶平了 或者用电烫斗 不不不 得来狠的 用烙铁 今天真是爽死了 早就没那么爽了 比你在节目中骂我还爽吗 我 我那不是骂你 那你骂谁呢 我那是针对凤凰男 少来 你这人你说说 你说的那些台词 是不是也是电视台人 给你设计的 但你说那些台词 是电视台给你设计的吗 你按台本说了吗 张嘴就喷 撕票是不是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呀 我没动手就不错了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不会背台词 我就适合那种激性发挥 胡说 我有时候啪啪啪 这说上劲了之后 我连我妈叫什么我都忘了 你妈叫什么我不想知道 我就知道你这种行为伤害了我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 我走 你别 别 别走啊 好好好 是 是我不对 那 你想想前一天我们刚见面 然后还吵了一架 我这憋了一肚子火呢 这第二天又见到 我 我就顺势 就把火给撒出去了 好 就算是我嘴快 我 我伤害了你 那我给你道歉呗 对不起 对了 我还跟电视台打听 你的联系方式 一直想把这 欠你的六百块钱给你 本来就是我的 是我嘴快 是我伤害了你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呗 行 好 那你要心里实在 还过不去 我就 我请你吃饭呗 吃什么饭 吃大餐 你刚才不还帮我报仇呢吗 报仇 报仇 那我请你吃饭吧 不不不 这怎么行 应该我请你 我请你 我 你是不是很有钱啊 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开了一个红色X6 你说你一开X6的 怎么电视台当托这种活 你也接呀 我知道了 你是一个军乙云乙 你是一个云雨 那你为什么还开黑车呀 我那不是开黑车 我那是忠诚为乐 我那就是开着车呢嘛 看着孕妇打不着车 然后我就顺手拉她一下呗 还是你怎么突然出现的 拿一录音笔 然后要曝光我 你什么意思啊 这我们刚才刚和好 你怎么说生气就生气啊 我吃饭 我吃饭 又怎么了 我吃饭 你看我的车牌都卷扁了 肯定是逼他这个人下站的 找你车停的地儿 非得挨着他车停 不整你整谁啊 这事不难那么算了 没事 没事 就是有一点小肿 回去我给你擦点红花油 再做个冰赋 明天肯定一点都看不出来 动他玩 猪脑子 你们都是猪脑子 怎么让我跟他一起拍 是你说他现在正火 火 他能由我火 他什么卡 我什么卡 什么卡 什么卡 事事事 负能量 有毒素 长周文 在哪儿 快 收息 放松 孤唐 孤唐 什么呀 他什么卡 他什么卡 我什么卡 那你行 你个猪脑子 我们少爷会用他一个 不如我的小地儿来炒作吗 不用 不用 我们是来做公益的 懂 懂 懂 公益 是让宣传明天发稿 巨星皮特现身公益 不畏艰险 富商仍坚持工作 一来爆棍的许子 那嚣张的气焰 二来招证宣传 我们皮特的宽容与稳重 懂 懂 还有 给他们杂志上打电话 对对 给他那个汪主编打电话 懂 懂 懂 要死啊 你又怎么了 艾米姐 你看这 这车胎扁了 噢 糟了 肯定是徐子凌干的 徐子凌 我跟你没完 艾米姐 你说 会不会是他们知道 车胎是我们扎的 所以才要报复我们呢 傻了 你懂什么 谁说车胎是我们扎的 就是我们扎的 怎么就不是我们扎的 是 少爷 你回家 我不回了 找我的车胎 还有扎的 是 少爷 少爷 放下 少爷 少爷 你都不能这样 是 少爷 这都知道 你看 你怎么办 徐子凌 你都能挂松 你才是个挂松 少爷 让我儿 忍 快忍 忍 我忍不了 快快快 快走 快走 徐子凌 你别跑 少爷 少爷 徐子凌 你不跑啊 别跑 你跟我回来 徐子凌 我跟你没完 不是 你能打自己者吗 你还要是 你还要是 他杀子 行了吧 行不行 你别背过去 什么 你都能好 你一让他歇会儿吧 他没喊累 我都听累了 那不成 哎 人家可是头牌大腕 多难得呀 我回头把他 推上我手机闹钟了 到时候每天还叫我起床 从此以后 妈妈再也不担心 我上班可以迟到了 你还别说啊 这教授是挺提神的 哎 你说在美国长大 这明星 这说话这么接地气呢 在 这三些话色的 冰哥家楼下卖亮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最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打自己个儿行不行啊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好疼啊 什么玩意儿在美国长大呀 他顶头也就带着俩里班 还都是在夏威夷 美国大陆都没上过呢 真是呢 这你都知道啊 老爸 你是干狗仔的 怎么说话呢 不是吗 好歹我也是一个 新闻工作者吧 你以为我天天 喜欢在那儿趴床根 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 无知民众的八卦心态吗 算了吧 我才不看你们那些 小道的消息 我天天经看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什么的 呦 没想到 你还挺关心国家大事的 那必须的呀 你必须得随时地了解 国家的这种政策 调整发展策略 稳中求变 对吧 用心服务 用爱 你到底干吗了 我做汽修的 汽修 嗯 嗯 做汽车的 嗯 做汽车 嗯 你是个纯土豪啊 啊 你都做什么车呀 就做 嘿嘿 去 不方便说散了 不是也没不方便 就是 嗯 嗯 家族企业 也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你不仅是个纯土豪 你还是一个 纯富二代呀 呵呵 就是有些时候吧 你也特气氛 你说人生 这出生没法选择 你这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 什么这么扎我呀 什么这么扎我呀 这什么东西呀 都是毛呢 那你还生毛啊 这你车上的毛 这什么呀 啊 就我平时养的宠物 宠物 你这都什么呀 这乱七八糟的毛一堆 嗯 这个养的各种宠物嘛 这哎 就闲暇之余 多了几万爱好 就 你这爱好太特别了 你这这么好的车上 你都放的什么动 这也是你养的宠物啊 不是 这是 好 我知道 你们这些什么土豪啊 富二代啊 都是有一些派对啊 化妆舞会什么的 我懂 我们也常有的 哎 那个今天有什么派对吗 这个没有 没有啊 那你说咱们今天晚上 怎么庆祝一夜 一下嘛 哎 你那么有钱 又那么阔绰 我不让你请我吃点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那也太不给你面了吧 哎呀 说得我都有点饿了 这个 去吃 行了 别想了 我带你去个高端大气 上凳次的地儿 走